行动党领袖林吉祥今早出席四眼末国会服务中心开幕后 在记者会上表示林冠英揭发金融弊端和丑闻并无不妥 因为人民有权知道国家发生的大小事 况且只有坦然相告 才能把前朝的弊端和贪腐行为纠正过来 建立新的马来西亚 不过他不排除会私底下提醒林冠英多加注意 林吉祥举例自己过去52年 也不断在揭发政府的各种弊端 他认为与其事后被在野党批评 知晓事件的部长先和盘托出才是明智之举 针对他支持政府立法打击假新闻的言论 林吉祥澄清 西蒙政府并没有再废除2018年反假新闻法令的决定上立场悠转 强调这纯粹只是他的个人意见 认为有必要正式打击假新闻流传的歪风 并建议媒体律师公会和公民团体 讨论出一个最佳的反假新闻法案 再提成给政府 外界盛传过去五年 担任水州议会议长的四言末国会议员杨巧双 有望再下一场出任下一任国会议长 杨巧双拒绝正面回应 只表示一切交由党领导层决定 对此林吉祥促请外界不要揣测 耐心等候消息 法度空间谭凯倩吉隆坡报道